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听议会内外 我是刘慧卿 今天我的嘉宾就是飞哥 李鹏飞先生 我就反客为主 飞哥就请我上去他的节目 试过几次 我请飞哥来 飞哥也很爽快就答应 我和飞哥刚才说 由最大中国发展 说到香港 说到民主党 说到自由党 他就说很痛心 飞哥你试过几次 如果香港不好 我也觉得很痛 因为长时间 自从1978年 虽然蒙茶茶参政 即是被委任 到现在 你说我那些 七八八八九八 哇 是不是很厉害的 超过三十年 你说香港发生这些事 怎能够不令到自己注意 你说中国发生这些事 怎能够令到自己不注意的事 是吧 但是飞哥你在公开说过几次 你就觉得自由党 就是前途各样东西 就是应该和民建联合并的 是 为什么呢 我建议了之后 关西找了周梁和田北俊 和他们谈过 和民建联谈过 我觉得 什么时候的事 余英先生 很久了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关西我已经不是主席 97之后 98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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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输了给你之后 就离开正经党 那怎样呢 那谈完 你看看我的款式 输赢都这么开心 不是 你很有风度 当然 何秀兰立刻来 谢谢你 他觉得你很有风度 飞哥 但是你们和民建联谈 民建联是不是很赞成 你们合并 民建联在想 但是据我了解 自由党不是很想 很可惜 因为最后我就认为 香港 现在又是保皇党 个个都对话 这些民主党 你都加入了民主党 对吧 我也都希望 总一天 见到你们泛民派 是合作 无间的意思 就是合并 哇 那全部都很难的了 我们有七个党派 不是 多一两个 要想这些东西 就是凝聚力量 迟早都要正当政治的实验 现在 左中右都知道 现在这样的政治家构 是不行的 政治制度是不行的 那为什么 还有一件事你们出来 拜托你们 不要说选中了 做特首退党 全世界都是最肉酸的 我们反对的 飞哥 全世界最肉酸的东西 李自由党 民建联 那些帮的政府 因为基本法 没有这个规定的 是本地法律 曾药成 每次见到我 都说飞哥 你又见到我就提了 你又罪魁祸首 绝对是 是吗 怎么能够退党 那为什么自由党不肯呢 不过他方式被民建联吃了 好像民建联吃了 这个港进联 港进联 那又是 不是不是 吃了都不重要 吃了都不重要 有很多人说 你前仙悲观 我不认为这样 我们没什么重要 大家合并一起做事而已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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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无论你怎么变弃法 最后就是政党政治 现在大家都知道不行了 不是老平会说这句话 是吧 所以我觉得 两大阵营 是可以活的 其实美国 英国有第三阵营 但是 一向都是 社会民主党 所以 政党执政的轮替 日本也是这样 自民党 那么独食 现在台湾也是这样 是的 台湾也是这样 令到政党强大 如果政党的竞争 犯错少一点 你犯错 你知道什么 那张票不会投给你的 所以 我看 民主派应该合平 自由党和民建联都要合平 现在 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了 如果再担给民建联 爱不爱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你没说到这样 非哥 什么叫担给他爱不爱 田北俊 或者 田北俊 已经是民主席了 刘建议你听到 真是啥 不搞错 刘建议和你 担给你 不是我告诉你 刘建议 有些东西叫狗 狗不理 但都不需要 真是应该 应该 政党会 我有一个东西说出来 老化 是 你没有活力 没有动力上来 所以 林建峰叫自己 要经济动力 不知道什么动力 我也不知道 你觉得他没有什么动力 我觉得先保住黄先 保住黄 保住黄 保黄 保黄独力 那个好东西 不是谈他们 事实上 你看看来 是 保住黄先 是啊 真的 不是 他可能觉得 我做完就做完 可能觉得 不是 他是想有施展拳脚 你知道他是我向你 林建峰 整天说 喂 和你回向下吃饭 不是 他说和我回向下吃饭 吃到现在 不能吃 葉劉淑仪又是我向你 曾荫权又向你 哪个乡下的 你们 南海 我没去过 南海 你不去有原因 你根本没有回向正 那就是 是吧 一 我们民主派很多人 没有回向正 二 政党政治又搞不定 其实中央 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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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 你一定有机会 跟他们谈 我谈了很多次 所以我觉得 布塔 这个位置很惨 为什么 他什么时候和你们 要说心底说话 说心底说话 不是真的 那次曾德成来到立法会开会 他说我说什么 我真是心想 我从来没有一个局长 是这样说话 但其实他说的心底 又好像不是很心底 你说布塔 会说心底说话 有没有跟你说过心底说话 怎会 我现在是局外人 你是局外人 我告诉你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大问题 我们谈到这里 可能够中了 就是香港的政治委任制 是 我曾经问过一些candidate 就是想 想去做局长 不是局长 想去做特首 哦 他的班底是哪里 是 他怎么说 他没有班底 我没说 我的原则就是很简单 现在 三司十二局 十五个 十四个行政会议成员 虽然香港人想说 他十四个名字出来都难 十七个副局长和政治座理 总共四十六人 嗯 在外国有政党政治很容易 就是了 神主义不够的话 做质量是政府 都很容易 新的特首 我无论你哪个 热门冷门 什么门都好 做了特首 哪些人是你的班底 是谁 是谁 我告诉你 到现在为止 我相信 多数人都很厉害 什么厉害 什么厉害 那怎么政治委任 梁振英 不是说在搞班底 其实我叫他上来这个节目 他又没有理会那么爽快 又说那时候有浮 他会来 他会来 早晚来 梁振英 打电话给他 如果是来就 又说有浮 走去周梁的节目 我才整个跳起 任志刚又是 我问了 喂 你怎么去周梁的节目 不来我那里 他说 因为周梁 上来你的节目 用什么北京都没得去 他说 周梁不是议员 你改任志刚 我告诉你 不是那个 重要的是 我们的政治委任 就是中间 我告诉你 到最后 一定是不拖不睡 现在也是 要不要到最后 飞哥 现在还要硬着先 现在还有个位 有个名字 你将来 无论是谁去做 都是 而就算他是政党 都要退党 现在快点 改了他 我赞成 你不就叫周梁振 如果同意 就改了 我说这个是大问题 我最近跟我帮忙 提了 这一年 这个政治委任制 他怎么委任 第一 高级的全部公务员 他一定要推行政党政治 否则没得搞 还有一件事 令公务员真凶 不是 你在那里挖角 你挖角 你挖角 现在不少AO 是看未来 看不到 所以有些就走了 你想想 我都说港澳办 都不看这些问题 常常沽住 煲梯你今天应该做这些 明天应该做那些 即是在哪里拉票 你不要让刘慧卿做财委会主席 你拿来照废 即是很厉害 其实做不做很闲 我都明白 尤其是你 连十一都看得那么透 我们一定要去你学习 做人如果样样都执着 一早就死了 不是 我对民主自由是很执着的 今天就谈到这里 我们非常多谢阿飞哥 多谢你飞哥 祝你身体健康 我们一起争取民主 最重要 说给曾俊怀听 没有健康的身体 做什么都假的 大家都知道 多谢飞哥 拜拜